你一點的時候聚餐會比較多 大口吃肉 還有喝很多酒 就會難免 結果居然胰臟發炎了 我跟你講 有三個案例 他們都是告訴你急性胰臟炎 並不是因為某一個原因造成的 現在有三個案例 在第一床的這一位王先生 他就是因為參加這個公司的聚餐 然後吃一吃 就覺得晚上 隔天之後就覺得不舒服 然後就到了急診 檢查出來的結果 你知道它是什麼嗎 他的胰臟發炎的指數 不是 正常人的三倍 然後他的三酸膏油脂高達了五倍 也就是這是一個高血脂的病患 然後他就得了急性胰臟發炎 隔壁床的這一位 他就更好笑 他說救命 我沒喝酒 剛剛那個有喝酒 我沒喝酒 我只是也沒有膽結石 為什麼我會有 抱歉 因為在他說 我只吃了一個漢堡 吃了一個蛋黃酥 結果你知道嗎 他因為不舒服 到了急診 抽血檢查結果是什麼 他的血糖指數高達了500 然後他的三酸膏油脂高達了6400多 這太恐怖了吧 我以為有小數點 沒有 6408你知道嗎 結果他就說那我怎麼會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你的爸爸媽媽有 又加上你根本就不知道 爸爸媽媽有糖尿病 然後他自己又高血脂 因此他也拿到了門票 才23歲 那隔壁在隔壁這一床 他就講說那我也很可憐 我只是喝了一個冷凍庫 拿出來的高粱而已 結果他也是 平常都有喝的習慣 但是這次就是因為看到好朋友 多喝了兩口 兩口就身體就受醉了 隔天早上一來檢查的時候 醫生就告訴他說 真不好意思 你就是喝酒誘發的急性胰臟發炎 急性胰臟炎 他會有多嚴重 那痛的方法有什麼不一樣 基本上來講 急性胰臟炎 有很多嚴重的 常常跟病人說 你這個如果沒有趕快積極的 把這些數據降下來 一發生急性胰臟炎 有可能馬上家裡就收到 病危通知書了 這麼 因為他有可能 因為我們胰臟很特別 他本身有內分泌線 外分泌線 內分泌線就是我們熟知 他又跟我們調控 我們的血糖有關係 外分泌線就是 他主要是在施放 我們的消化酵素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他發炎壞掉的時候 裡面的細胞壞死 他會把所有的酵素丟出來 所以丟出來的時候 他等於是在溶解你裡面 肚子裡面所有的內臟 溶解內臟 他等於是溶解你 因為他裡面有所謂的脂肪酶 有所謂的澱粉酶 有包括所謂的蛋白質酶 所以所有的內臟 等於是潛在 整個都在發炎當中 所以他影響的範圍 層次可以到很大 那一般來講 當然他痛起來的時候 因為他影響範圍很大 所以尤其他又是在後腹腔 所以後腹腔會 第一個一定有感受到 相關的症狀 所以他會在我們的 上背部的地方 比較高一點 上背部的地方 他會有像個皮帶勒住的感覺 你說大概是我 現在的這個位置嗎 對 就是比較上面的地方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還是有可能會有一些 上腹痛的表現 也就是前面痛 然後背的那一條 對 他會覺得很緊 他會覺得很緊 對 很像一個皮帶 把它勒住在後面的感覺 那這種跟我們所謂 主動脈玻璃說 背後痛到前胸都不一樣 背後痛到前胸 會是個撕裂痛 而且範圍很大 那甚至這種腹主動脈的 一出現 可能的玻璃 他可能還會合併其他 不管是腎臟功能的 掉下來這一些 因為他影響到一些 小的分支的缺血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差別 那胰臟的部分上來講 基本上他造成死亡率很高 主要是因為剛剛提到 他會影響到多重器官 那有些人他會瞬間 他也會類似像脫水的問題 因為他整個血隆 比整個會掉下來 因為他等於像一個 有點半內出血的情況 那這種情況之下 他就會很容易會造成 死亡率的上升 那再來就是你會發現 這類的族群 他除了有胰臟炎的 高風險的這些問題以外 這些病人很容易反覆發生 意思就是說 他的高風險族群 第一個他是可能 酒精有酒飲的族群 再來就是高血脂 酒喝很多 對 再來就是高血脂 再來就是膽結石 那你看這三個基本上 都不是一個短暫就會出現的疾病 都是一個可能潛在 他有這樣的體質 或者是他可能是 這樣子的一個生活習慣 所以他很容易會反覆出現 你有一個病人 就是三四個月就一次 胰臟發炎 三四個月就一次 他到底怎麼回事 對 那是一個 三十多歲的女生 他其實一開始來 他是說他覺得 這兩三個月覺得有點疲倦 他想要知道 到底身體出了什麼問題 那這種會來疲倦的 我們大部分都會看說 你有來過我們這邊就診 我們會點開病例來看 結果一點開 怎麼全部都是急診的抽選 真的啊 對 那我們想說 怎麼 你總不可能每次疲倦 就來急診抽選 對啊 就點開看發現說 你怎麼反覆的胰臟炎 他才說 因為他工作的關係 因為他是在八大海內上班 他每天會有需要喝酒的必要 所以他只要喝一喝 他就會有概念說 開始痛的情況不太對了 他就趕快跑急診 那我翻了一下說 那你才三個月前 才胰臟炎發作 那你現在的胰臟炎狀況怎麼樣 他說那一次他住了將近一個禮拜 這樣一個禮拜之後 可是他回去不是就因此而戒酒 他還是一樣要喝酒 所以我就說 那我雖然現在肚子不痛 可是你有一些相關 非典型性的症狀 我們還是要重新測一下 結果就發現 他其實三個月來 他從出院的那一天 他的脂肪酶的指數 到他兩個月後來就診 基本上脂肪酶的指數都還是偏高 所以他等於是呈現 就是一直在胰臟慢性發炎的狀況 那這些慢性發炎除了 他可能會看 不見得上急性很嚴重的胰臟炎 會這種肚子痛以外 他可能就呈現疲倦 一些非特異性的肚子症狀 再來就是這種慢性發炎 到最後他的胰臟 連內分泌器官都會受影響 所以這些人可能會很早 差不多35歲 40歲 就會出現糖尿病了 因為他的 包括他的所謂的 這個胰島素細胞 也全部都會壞死 所以他的胰臟 因為胰臟發炎的關係也壞掉了 對 所以他在抽起來的時候 他連血糖都偏高了 了解 好 那為什麼提醒大家 因為這個季節就是 大家聚餐開始變得越來越多了 喝酒跟大口吃肉 或者吃一些油炸等等的 這個跟急性胰臟炎之間的關係 我們最常說胰臟炎 最常見的三個原因 第一個是膽結石 膽結石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膽道的分泌 跟胰臟的分泌的開口是相同的 它最後面是接在一起 所以如果結石它掉出來以後 剛好卡住這個開口 就像它的分泌 剛剛講的分泌這些酵素 它出不來 它就往回 它會消化掉裡面的一些組織 所以會造成整個胰臟開始發炎 這個是機械性的一些原因 第二個剛剛講的酒精的部分 是因為它會造成 胰臟裡面的一些分泌酶的數量會上升 第三個三酸甘油脂 跟我們的脂肪代謝有關 因為三酸甘油脂太高的時候 它在代謝的過程裡面 產生很多不好的脂肪酸 所以導致胰臟發炎 胰臟發炎本身 從輕到重都有 最嚴重的當然死亡率 相對來說就會比較高 因為它會造成全身性的 一些器官發炎 剛剛劉醫師講的 這個慢性的胰臟炎的部分 如果它反覆的一直發炎 所以有時候胰臟會變成壞死 或是它旁邊會積水 這種我們在一些像電腦斷層上面 去判斷它的嚴重程度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的分級 好 那如果說以酒精來講 喝酒好了 它是跟酒精濃度有關 還是跟量有關 特別影響到胰臟 其實這個沒有 目前沒有辦法有一個 很絕對的一個數據 就是說一定是頻率 或是酒精的量 但就我們來看大部分 都還是這個平常有在喝酒的人 他不會說我平常沒喝酒的人 我今天喝醉 就胰臟也很少 就是長期可能有在喝酒 常常醉 然後甚至有酗酒的人 可能他這次喝特別多 或是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它就導致他發炎臟 在診斷上除了臨床以外 還有就是抽血 另外一個就是做影像的一些檢查 好 那理事長 胰臟 因為對我們實在是太重要了 像很多人糖尿病等等 有沒有什麼穴位 可以幫忙他更健康 胰臟如果要讓他更健康 當然主要就是 有一個穴道 叫做張門穴 張門穴 張門穴在哪裡 就在我們的腋下 其實腋下往下 我們乳房的位置在下側面 正側面下來剛好 在乳房的下面兩側 我們可以利用我們萬能的雙手 在這樣的一個按壓 這樣的按壓 他這樣按壓會痛 這個劑道按的是會痛 他主要就是會 出血肝膽的一個功能 再來一個 消脹健脾的功能 消組織健脾的功能 可以促進胰膽的功能 的一個正常 所以在我們在肝膽方面 或者我們胰臟或脾胀 這個問題的話 都可以用這個穴道來 那什麼胰臟是什麼 在我們閩南話叫做腰臟 腰臟 可能我們長輩人 不要聽得懂 就是胰臟外 不是一定是腰臟 腰臟 那這個穴道跟部位 跟經絡也有關聯 所以我們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翹起我們的大拇指 手插腰 往上稍微有一點提升的位置 在肋骨上按壓 除了蓄味之外 廣告之後 終於還要告訴我們 荷葉山楂茶 對我們的胰臟也有幫助 馬上後來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